當記者 所以我們一些應酬啊 或者是聚會的場合就偏多 因為畢竟我們要教一些 三教九流 來自各個地方不同的人 然後之前就有 曾經有一個女生 我們就叫她 因為我大概在 兩三個不同的聚會裡面 都同時看過她 但是她是跟不同的老闆來 然後因為她的就是穿扎 也是像就是律師講 就是全身就是名牌很貴氣 確實長得滿漂亮的 本來就哇就是成功女性的代表 就是把自己過得很好啊 很精緻啊這樣 但後來就是有幾次聚會 就默默的就沒有再看到這個人 有一天朋友他就丟了一個新聞來 就說 你不是有之前跟他吃過飯嗎 然後就看說 就是他就是專門鎖定一些 已婚的男生 然後就是也是像這樣 很有戀愛的感覺 然後跟你在一起 那男生就會覺得你情我願嘛 那當然就發生關係 發生關係之後 他就會要脅說 譬如說因為現在社群媒體 都很發達 去你IG留言 去你粉絲團 或是那個Facebook上面留言 就是威脅 那每次要就是五十萬起跳 哎唷 對 然後 因為他的刺激 就是已經從很多不同人聽到了 包含 對 就是包含說一些 連鎖知名店的老闆 對 或者是 警戒的也有 對 各種 這類型的故事 在我們就是社交圈裡面 他這個變成 職業小三 他專找以婚人士 因為人士才會受 要脅嘛 對 因為為了維棄家庭 其實我聽過 我聽過一個真的是 滿誇張的 小三的案例 就是他 他其實就是剛剛玉瑩哥說的 職業小三 他其實已經很有錢了 他年收都是上千萬 但小時候太窮了 窮怕 他們家是四個小孩 吃一碗粥 你可以想像嗎 不是飯喔 是粥喔 小時候被爸媽遺棄的 那個心情 他很難平復 所以他一直想要找一個人靠 然後他就找到一個 比他有錢的富商 他雖然已經非常非常有錢 要找一個非常有錢的富商 然後就跟他發生關係 然後這個富商呢 就是因為 外面也花名在外 他都是很清楚知道說 那我應該要做好一些保護措施 結果那天他做完之後呢 就把保險套拿起來 發現 所以他其實在做之前 就把每次進飯店 把保險套拿起來 然後每個都戳洞這樣 然後他說怎麼 那這樣 那那個女生就說 應該不會這麼準吧 結果沒想到 對 就一發入魂 對 後來就發育了 對 就是 一搶就給他出一條人命 沒錯 就出一條人命 然後他就跟這個老闆說 那沒有辦法 你就是跟你老婆分開 然後跟我在一起 他就是要那個婚約 就是他要結婚 他想要找人靠嘛 他想要有更多的錢 那這個老闆呢 他其實原本就已經想 跟他太太分開了 所以他就是給他太太兩棟房子 然後就跟這個小三在一起 但是你知道 如果你可以從一個人的手上 搶到他的話 你可以從別人的手上 搶到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也可能會 在去其他女人身邊 對啊 對 所以後來呢 又遇到一個小四 就是用 就是他可能就是 也是留了兩個 好像留兩三棟房子吧 給這個小三之後呢 他又跟他分開 然後去跟小四在一起 不過這一個人他滿聰明的 他最後還是拿到兩棟房子啦 小三真的很多耶 多到 可能我現在在講 都 有一次我們那個聚會 那一個圓桌嘛 董事長董娘 董事長董娘 我們也無法分辨 就當作每個都董娘 聊著... 聊到小三話題 然後我就說 對啊 我小三那個遍布各個角落 我就發現 那邊那些董娘們都不講話了 怪怪的 後來去尿尿 那有一個同行有人 韻哥 你剛剛講話很失禮 我說為什麼 我跟你講 對啊 會帶出門吃飯 通常都可以 那講話要很小心耶 這以前太單純 你知道嗎 我們在接案件 小三真的是越來越小這樣 因為小三根本不會怕 因為頂多 因為現在其實 沒有行事責任 頂多就是告民視損害賠償 他根本沒在怕 為什麼 因為旁邊這位男生 會幫他處理掉所有的錢 就負責人家的小三 而且可怕的不是小三 我朋友非常有錢 在醫學界 在某個商業是領域非常高的 大老闆級的 他說小三 我們還有 小四群組 小五群組 小六群組 今天要帶誰去 譬如我跟玉琳哥要帶小四 按小四那一組 小四的群組 對 他會錯亂 你知道吧 所以小三已經不流行 現在小四 小五 那個醫生啊 動大刀啊 然後三個護理人員 分別是小三 小四 小五 他們是家人 你知道嗎 我們是一家 那一台手術非常成功 因為他們很團結 但我覺得越成功的人士 他們感覺就是心機越重 越有兩面 像我覺得玉琳哥也有 你說我是雙面倒鬼 你就是雙面倒鬼 但你的雙面倒鬼是好的 就是你的 雖然是很荒謬 然後 很愛開玩笑 不正經 但你的私底下 我覺得是 對啦 我節目上也很博學多文 我只是私下更博學多文 對 感覺很有寶讀詩書 我跟你講人喔 我們有 對 我們有 切換字這樣 切換 我們平常如果私底下 也像在節目上這麼活躍 對啊 對啊 在餐廳也這樣嗎 對啊 不可能嘛 所以我們就是兩面嘛 這個我們私下休息 就好好休息嘛 玉琳哥是有 玉琳哥是有 選擇性的自閉症 就是我跟他出去 他坐在餐桌那邊 有什麼重要事就 張老師你去處理就好 我買車票 張老師你去處理就好 選擇性 因為他有一個貴氣 你現在是運用職場這樣 對 到機場也是 張老師你去處理就好了 要不然你自閉症喔 你 我女兒也 遺傳到切換置物的本事 他很小就有辦法了 我們楊座嘛 情緒起伏比較大 對 他前一秒還在哭喔 他就 你確定 他是無奉皆鬼的 有 對 很順 不過很多成功人士 真的有他們 不為人知裡面 對 梁律師 人面收信的案子也被你遇到 我來分享一下 就是很多有錢有事的人 他其實什麼體驗 他都嘗試過了嘛 但是呢 我講一個案子 就是說 有一個當事人 他其實是建設公司的老闆 然後建設公司老闆 其實他們已經算是 年收入其實都非常高嘛 有時候難以想像 那他跟他的配偶呢 出雙入對 反正人設非常的完美 然後大家都覺得說 哇 那他們真的是非常的恩愛 但是呢 其實殊不知這個建商 他其實呢 不安於現場 所以他就往外尋求 那其實呢 現在一對一對他來講 可能已經不夠了 對 喜歡玩多人運動 他要模仿就是成人 成人片的一個情節 好 接下來呢 還是覺得不夠 就繼續找大學生包養 但是他找大學生包養 他是有條件的 他要這個大學生配合 他所有的這個性虐待 然後呢 要這個角色扮演 還繼續就是不滿足 就繼續呢 那為什麼會搞到律師這邊來呢 就是因為呢 下藥迷間他覺得錢 可以解決所有的事情 但是呢 他們一些對象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後來呢 這個被告的人數實在太多 沒有辦法和解 後來這個建商 他就是直接入獄 對 收藏 我從小都被說 我是千金 然後家裡很富裕的環境長大 可是大家都不知道 這種環境反而是 讓我非常壓力 然後憂鬱症的來源 對 因為像我就是喜歡表演嘛 可是我家裡是非常非常保守的 他們就會說 我裙子一定要超過膝蓋 然後也不能露肩膀 因為我本來就是 不讓家人知道說 我去當模特啊 或去參加一些選美啊 可是他們後來看到就是 新聞報導 或上一些雜誌 上一些電視 他們就是 對啊 而且我這時候 考大學 因為我是志願田 台大戲劇系嘛 後來就是考上 可是家裡就是完全反對 他們就是還甚至 不讓我出門去上課 然後把我的作業全部都死掉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 十八歲我就離家出走 然後靠自己賺錢生活 然後後來因為真的太辛苦了 我那時候沒有錢吃飯 然後到男朋友就是他救助我 每天給我一百塊吃飯 吃三餐 然後後來我就得憂鬱症 因為一開始也沒有那麼順利嘛 就是沒什麼工作又沒錢 然後家人又完全跟我斷絕關係 還有一次就是失戀的時候 就是吃了大概五十顆安眠藥 然後就被送急診 然後那時候媽媽也是完全不問不問 然後就是親戚打電話給他 他也就是還是否認就是說 我沒有這個女兒 因為他覺得說就是演藝圈 他就覺得是出賣肉體的工作 然後都說我跟妓女是一樣的 好可憐喔 對啊 說妳是妓女 他說我跟妓女的工作是一樣 其實我們在有些時候 真的滿像的 謝謝玉琳哥喔 你還跟我嗎 不為人知的心酸是不是 哪裡有這種感覺 你又被怎麼了 我就覺得我是妓女 你為什麼這樣 你是男的 所以玉琳哥切換 真的很自如 很自如嗎 對 對啊 是一樣啊 我們看風水保持好心情啊 有時候自己覺得像 風水牛郎啊 就是一到貴婦就要微笑啊 風水牛郎 風水牛郎 算命你知道吧 當算命鴨子你知道嗎 你的命很好啊 真的 內心有很多的苦 算得是一定準 就是要笑臉贏人嘛 對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討論呢 快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按下小鈴鐺 收看最新影片 歡迎大家在影片下面留言 給我們意見 想看更多精采的內容 請點選旁邊的影片 再見